到了 今天講者好棒棒 好乖乖 那這兩天參與的時候 因為很多主持人其實都不是工作人員 像我今天也不是工作人員 那之前有認識 所以就報名參加一下工作人員 參加一下主持人的工作這樣子 那結果報了說今天下午議程之後 才發現說四個講者剛好不小心都認識 那好像也蠻適合我來主持的 就可以聊一下天這樣子 那下午我們第一個議程是 分享者是上志 那江湖人稱SZ 早期知道上志是因為 有一個Linux Distribution叫做Debian 算蠻重要的一個Distribution 然後上志是正式的Debian的Developer 那過去也參加很多跟社群行政 相關的工作還有推廣工作 那近幾年來他把貢獻 Open Source社群的重心 比較放到今天的這個議題 Open Chain 那關注開源軟體在企業裡面 正確的使用這樣子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請大家掌聲 歡迎鼓勵一下上志 好 各位夥伴大家下午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Open Chain 這個國際標準 如何透過Open Chain ISO IEC 5230 來打造企業或公司使用開源 合規上的相關的降低風險 並且再介紹一下Open Chain 今年提出的開源軟體 安全保證規範 我先問一下過去沒有聽過Open Chain 可以舉個手嗎 好 算滿多的 那我這邊接下來就是分享 什麼是Open Chain 一個軟體平均有超過135個 這個軟體的原件組成 然後根據這個美國的雜誌有說 開源軟體正在吃整個世界 這是什麼意思 可以看到這個是Synopsis 2022年的報告 在各個產業裡面 使用開源軟體的比例 不管是從硬體 資安 IoT 車用 還有像這個電信 這兩天有這個電信的 相關的Open Source的分享 還有到這個醫療 都大量的使用Open Source 包含連AI也是大量使用 可以看到在各個領域 各個環境 各個產業 都大量使用Open Source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Bloodoc的這個研究報告 他們在2019年 有做這個相關的掃描 發現超過99%的程式碼 Database都是使用Open Source 讓我們大量使用Open Source Open Source的開發者是誰 是Open Source的開發者 這些人 他們是志工 他們可能是被組織所拼用的 等等等 那我們怎麼去管理 這個所謂的開源供應鏈 那在看這個議題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企業使用開源供應鏈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 合規風險 在這兩天的議程呢 很多的議程都有提到 這個license 也就是開源的授權條款 目前開源授權條款 有超過上百個 那知名的呢 像是AVA器 BSD GPL 這些 那開源軟體呢 其實 它是有版權的 也就是授權條款的 換句話說 我們使用開源軟體之前 要先去閱讀 它的license 然後了解到 它的義務是什麼 它的需求是什麼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能滿足 這個授權條款 以GPL V2來說好了 它其中一個義務就是說 如果你散佈執行檔 那你就要提供程式碼 或者是 你要提供一個聯絡窗口 來提供這個程式碼 如果沒有做到這些 就像是使用權利 這個是GPL裡面 V2的一個義務 那直接举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開源軟體的時候 要注意到 它的義務 跟相關需要遵守的規範 要不然就會有侵權的風險 那因為軟體它是一個 算是循循不息的 它是一直可以fork 然後再傳遞的 所以說如果企業組織 使用這個供應商的軟體 它可能是寫在硬體面的韧體 或者是相關的軟體 如果你沒有授權議題 沒有處理 那這個組織或企業使用 就會繼承這個風險 那我們看一下 前幾年有一個很知名的人 叫Petro Mahali 他是前Linus Colonel 這個Netfilter的主席 他貢獻了很多IP Table 還有Netfilter的程式碼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前幾年在歐洲 尤其在德國聯邦政府 在18個月裡面 告了超過50間公司 他怎麼告 他就是買這個產品回來 他可能是買電視 買router 買家用的一些設備等等的 然後他就在裡面查說 這個設備是不是Ninus 如果是Ninus 他就會去看說 他的使用手冊 网站上面有沒有程式碼 可以下載 或者是連結 或者是可以聯絡的窗口 如果沒有 他就會提出訴訟 甚至這個所謂的假處分 那他因為這樣子呢 在18個月賺了好幾百萬歐元 有的人說他是正義使者 因為原因是 這些公司使用開源軟體 卻沒有遵守相關的義務跟責任 有的人說他是 所謂的著作權蟑螂 因為他靠這個賺了很多錢 那不管怎樣 這個事實在存在 也就是存在的什麼 訴訟風險 那各位知道 開源軟體的訴訟案一多 企業就會怎麼樣 不敢用 所以說Ninus基金會 其實花了很多心力 想要抑止這個情況發生 包含就是協助做一些溝通 然後還有做一些額外的事情 那這幾年呢 又比較好的是因為 就像今天講的open chain 也是因此誕生的 那等一下會講更多open chain的故事 那換句話說 Ninus Foundation知道 公司沒有遵守這個義務 有可能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公司使用了 可是卻不知道怎麼遵守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各位如果看過 開源授權條款的話 就可以發現 軟體的人看不懂法律用語 法律的人看不懂軟體敘述 所以這是一個跨界的議題 導致他是蠻棘手的 那也是open chain誕生的由來之一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使用開源上 有可能有這個訴訟的侵權風險 那這個是巴西 巴西政府的資安標準 可以看到 他在右邊有顯示 他的其中一個要求是什麼 如果你有用到開源軟體 你要列出所有相關的授權條款 跟相關的資訊 再來這是新加坡治安法規 在今年5月正式生效 治安法規裡面寫什麼 說要看說這個產品裡面 第三方的相關的license 然後並且要把它列出來 看他有沒有合規的這個動作 像他舉例是像GPL然後BSD 所以可以看到使用開源 有這個訴訟 因為是侵權的這個風險要注意 然後還有這個資安標準 也會慢慢地去規範 要去合規 那更有甚至 很有可能有一些 所謂的民生的問題 像去年有一間大公司 他們使用了一個open source 他們fork下來 結果把裡面的copyright改掉 這件事鬧得沸沸揚揚的 那後來他們有出來道歉 他們說因為他們使用的 這個工具是機器人 那機器人誤判就把原本的 open source的license turn 改掉改成這間公司的 那一樣就會有衍生 這個民生的相關風險 那就像我講的 那這時候要怎麼處理 於是Huniness基金會 在幾年前 大概在六七年前 集合一群公司 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產業 不同的應用環境 來組成一個叫open chain的專案 他希望打造的是 一個合規的框架 讓企業組織可以一致地 來做開源合規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晶片廠 有ARM 有高通 有車用廠 有Toyota 有這個相關的包含 還有軟體的微軟 Google Facebook 那還有公控廠像 404科技 西門子 Panasonic NEC等等 可以看到很少有一個專案 是來自各個產業 各個國家 還有各個領域的 那他們集合在一起 就是想要打造一個 開源合規的框架 希望這個組織跟公司 透過這樣的國際標準的空架 來使用開源軟體 來降低這個訴訟跟合規的風險 所以說open chain 它的宗旨很單純 它想要建立的是一個 供應鏈裡面 可以合規的來使用開源軟體 所以這個chain呢 是供應鏈的意思 supply chain的chain 因為蠻多夥伴在問這個chain 跟區塊鏈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chain是供應鏈的意思 換句話說 它透過制定這個標準 讓上下游的公司 讓你的供應商跟你 有一個一致的語言 來了解彼此 對於開源合規這件事情 的一些相關內容 那它在這裡面呢 包含了流程 還有它運用到所謂的 軟體物料清單 software bond 以及一些工具 那透過這些流程 software bond跟工具 就是為了打造開源合規 那就可以看到剛剛講的 open chain是供應鏈的概念 所以從上游 我們從供應商那邊 拿到的程式碼 它如果做open chain 相關的開源合規 拿給我們 我們透過教育訓練 policy跟process 然後也產出open chain的 相關的結果在給我們的客户 那我這邊很快地跟各位講一下 open chain到底是什麼 open chain最新的標準是2.1 也就是ISO IEC 5230國際標準 那它這個是一個流程 它是一個流程 這個流程定義什麼 定義了公司要有一個開源的政策書 要有貢獻的政策書 而且要讓你的開發者知道 裡面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對外要有一個聯絡的窗口 來處理如果外面客戶啊 或者是供應商有問題 來請教相關的開源軟體的相關資訊 那還有要有文件來敘述 這一個scope有多大 是一個組織 一個企業 一個產品線 還是一個business unit 要來做一個定義 還有裡面參與的人員 他的角色跟責任 他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才能勝任這個責任跟角色 以及是誰來做這些事情 都要有文件化的資訊 然後在開發的時候 要經過審核 發布 跟貢獻的這個流程都要有 那在review這邊呢 就透過剛剛講的 軟體物料清單 softwarebomb softwarebomb就是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軟體裡面 有哪些組成成分 用了哪些軟體 版本是什麼 叫什麼名字 作者是誰 諸如此類 所以透過softwarebomb 我們可以理解 我們用哪些軟體 它的license是什麼 它的copyright是什麼 它的義務是什麼 透過這樣子 我們的企業就可以打造 這個開業合規的產出物 該給程式碼就給程式碼 該著名修改就著名修改 並且提交在 這個發布的軟體裡面 就可以滿足 開業合規的動作 那這所有的動作 如果都滿足 而且可以保存18個月以上 那就是符合 那就是符合open chain 這個國際標準 簡而言之 open chain就是包含policy 政策書 流程 教育訓練 跟工具 那剛剛講到 開業這個供應鏈裡面 除了license合規的風險 還有一個資安的風險 我們看一下 這是最近的報告 看到從2009年到2020年 open source的CVE 也就是漏洞的統計表 可以看到像2020年 飆到9000多 那可以看到是整個等比的往上 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不是這幾年 開業軟體特別有問題 是這些漏洞一直都在 只是是這幾年 差比較多組織 比較多機構 比較多人員 比較多工具 在對open source 開業軟體做漏洞的挖掘 所以就會挖出很多 已經潛藏很久的 這個相關的漏洞 這邊舉個例子 像從2014年 從Bash 到open SSL的Hubbreed 然後一直到PGP 到去年 很熱門的Log4J 都是開業軟體 很知名的漏洞 像這兩天 也有很精彩的議程 在講Log4J的相關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 在使用開業軟體這邊 要注意 資安相關的議題 尤其是漏洞 除此之外 這是歐盟 在2020年頒布的資安標準 尤其是IoT設備 他這邊有說 裡面要有softwarebomb 再看一下去年 白宮頒布的行政命令 拜登政府有說 在之後 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 都要使用softwarebomb 都要提供softwarebomb 那更有甚至呢 還有像SP800 像公共資安標準 像北美電力相關的資安標準 都有提到 要對第三方元件 進行資安的管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統整這樣的邏輯 OpenChain一開始 為了開業合規 採用了什麼 softwarebomb 透過softwarebomb 來有這個產品 或者是軟體的可視度 進而了解裡面的license 是什麼 而可以達到合規的動作 那一樣的 這個softwarebomb 也可以提供給資安使用 因為我知道 我裡面有哪些軟體 所以我可以去監控 它目前的資安狀態 那這時候有人就會問 資安跟開業合規 有什麼共通的議題 其中有一個就是 他們都在做 所謂的風險管理 資安是叫做風險管理 開業合規也是做風險管理 我們透過softwarebomb 透過openchain 可以來降低整體的風險 那在openchain 推出了這一段時間 openchain 還有各個產業都有發現 透過softwarebomb 的確可以來監控資安 所以說 在2.1這邊 有一個softwarebomb的定義 衍生出來 今年 openchain推出了 開業相關保證的規範 可以看到在2022年3月28號推出來 它推出來的就是說 透過openchain的基底 來衍生管理企業或組織 使用開業軟體的資安跟安全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目前的規範裡面 含什麼東西 一開始 公司要有security assurance policy 公共有一個政策書 來說明怎麼來看待 企業使用開業軟體裡面 需要注意的一些資安事項 然後這個一樣的邏輯 要透過一些管道 可能是wiki 可能是email 可能是一些訓練的系統 等等 讓開發者可以知道 然後這時候 公司又有一個對外的窗口 這個窗口要做什麼事情 要來做接受外部相關資安議題的 這個窗口 所以說外部如果想要回報資安議題 想要回報一些安全議題 可以透過這個外部的窗口做溝通 那一樣的邏輯 在這裡面呢 又有很多文件化資訊 譬如說 這個program有多大 是整個企業 整個組織 還是某個單位 某個分部 要定義下來 然後裡面的角色跟責任 以及相屬的這個能力 要怎麼樣才可以勝任這個能力 然後以及誰來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都有相關的這個激政物在 然後而且要做定期的審核跟修改 來確保這裡面的人 跟相對應的能力 是可以勝任這件事情的 那接下來在開發裡面呢 一樣要審核跟release 審核審核什麼呢 審核就是透過 這個software bone裡面的資訊 來了解現在用的軟體 有沒有一些軟體漏洞 來確保這個可視度 一個透明度 那如果有軟體漏洞 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處理 要注意喔 我用的知識處理 不是修復 因為有時候我們找到的軟體漏洞 不一定要修復 因為很多時候有可能你找到的漏洞 你不會用到 你就不需要修復 或者是你找到的漏洞 可以透過walkaround 一些其他的解法來處理 這也是可以的 所以找到漏洞不一定要修復 但是你要處理 確保這個風險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到最後面你就可以交付這個軟體 或者是你的一些產品 那裡面就會含有相關的資訊 那這裡面呢 如果都達到了 而且可以把相關的資訊 相關的文件化的information 保存18個月以上 那你就符合openchain的 開源軟體 治安相關的規範 那講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目前世界上 國際上各個產業上 對於openchain的一些進程跟進度 Bosch在去年7月 也就是將近一年前就宣布了 Bosch三十幾萬人的公司 在去年要全面符合開源合規 openchain5230的這個內容 SEP 我相信各位應該都有聽過 這個是滿有名 那這個軟體公司呢 在今年3月也說 他們也符合取證 openchain Toshiba在今年4月 取了openchain的證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中芯 中芯 ZTE也在5月的時候 宣布他們拿到openchain的證 那這是前幾 前兩個禮拜的消息 Samsung 他們也拿證 那其實可以看到 越來越多歐美的企業在拿證 目前呢 拿openchain的證 的組織或公司或企業 有超過80間 現在有超過80間可以看到 有Arma 艾斯摩摩摩這些晶片的 然後還有像車用的Toyota 這些Uber 然後還有公控的像西門子啊 然後還有像電信 SK電信 銀行也有像Taco Bank 還有像Yoma Bank 這些 所以可以看到 跨電信 跨銀行 跨醫療 跨公控 跨軟體 跨半導體 跨晶片等等 都有拿證 那這時候呢 有人就會問 這個證 目前的一些狀況 在產業供應鏈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 這邊給各位看一個範例 有一個瑞典 很有名的車商叫Scania 他直接在 他的供應商條款裡面有說 他的供應商要符合 OpenChain 523 要不然不能成為他的供應商 可是去年的時候 他開了第一牆 這是公開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要成為這間車廠的供應商 你必須先有OpenChain的證 那在去年呢 日本政府也在經濟部產業省裡面 直接公告OpenChain是使用 開用合規的 很重要的一個方法 各位應該知道 日本做事相當的謹慎 相當的嚴謹 所以當他們把這個相關的訊息放在 政府的網站上 政府部門上 就可以知道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目前呢 以OpenChain來說 這是一個全世界的社群 那它透過全世界的合作 來打造這個開源合規 以及開源資安的相關標準 目前像左邊來說 有這個工具 教育訓練 合規 以及規格制定的工作小組 那中間的話 可以看到有產業的工作小組 目前主要有車用 跟電信 為主 那右邊是區域型的 有中國 日本 韓國 台灣 印度 德國 英國 等等的工作小組 那可以看到 剛剛講到 車用的工作小組裡面 目前從 2019年到 2021年 2022年 相當的活躍 參與的成員有像Bosch Toyota Panasonic Uber Scania Honda Izuzu 保時機 這些福斯 還有到他們的供應鏈 他們的一些 component的供應鏈 一些像LG Denso RESA等等 他們都在這個小組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想要打造一個 車用的 安全供應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上中下游 全部在一起 一起來做 這個open chain 那這個另外一個 也蠻蓬勃發展的是 電信相關的工作小組 裡面有像 ARM 高通 比較上游的 那還有像Sysco 還有像 這個三大 電信 基站的這個提供商 Nokia 華為 Ericsson 都在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 他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想要打造在 電信行業裡面 這個 合規 以及安全的供應鏈 那目前呢 剛剛有提到 台灣有 這個open chain的社群 那台灣open chain的社群 在做什麼 在跟 國際的社群做連結 連結的有像 這邊 不管是制定規格的 還有車用的 電信的 工作小組 做連結 還有跟中國 還有跟中國 日本 歐洲這邊的工作小組 做連結 還有包含 我們也會跟 一些做工具的 因為在 導入這個open chain的過程中 你有可能會用到 Software Boom 你有可能用到 相關license的一些 掃描工具 這邊都有很多開源軟體 可以使用 那這邊都會做一個連結 所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來加入 台灣open chain的 相關的活動 跟社群 上面是Telegram 下面是Email 那如果有任何的資訊 都會在上面 做一個討論 那最後就是要推廣一下 在8月26號呢 會有台灣社群 在2022年 第一次的聚會 那這一個是 現場聚會 只要透過 KKTix 也就是右邊 那個QR Code 進行報名就可以了 那時間是8月26號 下午2點到5點 在南港軟體 這個會議中心2樓 那裡面的講者有誰呢 有邀請到了 Ninos基金會的這個副總 也就是open chain的GN Shane 他會來分享 open chain更大的使命是什麼 他想要讓整個供應鏈 都是可信任的 除了開源合規之外 還有資安 那另外也邀請到 Toshiba的首席專家 Linsan Linsan他會分享說 怎麼在Toshiba這麼大的公司 來推廣 來實行open chain 那另外我們邀請到 Toyota的 這個group manager Endosan Endosan他同時也是 這個open chain 車用工作小組裡面的主席 他會來分享說 怎麼樣透過open chain 然後來做開源治理 以及供應鏈的相關管理 那最後一個就是 這個我們台灣的廠商 KK Company 會來分享他們 怎麼樣來使用 open chain 5230 在他們的這個軟體開發裡面 那我們也知道 KK Company也是長期贊助Cost Club的這個組織 所以如果各位有空 可以在8月26號禮拜五下午2點到5點 我們一起來這個在南港見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那看各位有沒有什麼疑問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的話可以舉個手 那我可以拿麥克風給你 嘉哲 你好 就是剛剛聽到好像比較多是車廠 跟就是telecom 就是比較好奇 就是其他產業在這一塊 好像比較少聽到 就是剛剛有聽到一間純軟的公司 像Uber 但好像像是一些就是AI導航公司 好像也沒有在裡面 那是因為他們都是自主開發嗎 還是什麼 就是好奇在 就是純軟的公司在這一塊的想法 對 謝謝 好 謝謝這位夥伴的提問 可以看到純軟的話 微軟已經拿證了 微軟還記得 他在好幾年前 前一個CEO有說過 開源軟體是一個毒瘤 可是在新的這個CEO上任之後 就擁抱開源 所以說如果以純軟來說 微軟啊 還有像一些SAV這些都是 那可以看到為什麼剛剛的問題是 車用跟電信會比較前面 原因是產業的問題 這兩個產業尤其是車用 它是所謂的regulation heavy 他們非常看重法規跟這些規範 所以他們會跑到最前面 這原因是這裡 那其他的話也會有慢慢的要求 這個要求呢 這邊可以分享一下 在大概兩三年前 台灣open chain的一些聚會的時候 我們有邀請SONY的這個夥伴來參與 那時候有一個台灣的供應商就問 這一個日本的夥伴說 請問一下過幾年會不會強制要求 那其實那時候的夥伴就必有不達 因為其實最終最終一定會變 這個一定要有的 不過現在還在推廣期 現在還在推廣期 所以說透過這個推廣期 如果我們就先做的話 這個符合開源合規 符合開源安全 就會有時間在組織裡面好好的做 然後可以透過這樣子 你還給我差異化 還可以有亮點 那如果之後被要求才做 就是MeToo 而且那時候實際也比較緊急 對RD其實都是一個衝擊 所以回過頭來 因為產業的關係 所以車用跟電信跑到最前面 那軟體也會有 只是速度不會像他們 這種Regulation Heavy的產業會那麼快 但Sooner or Later一定會輪到的 因為開源軟體就有說 你不符合就上市使用權利 不好意思 我想再follow up一下 就是因為你剛有提到 就是他可能先做會比較好 就是這有點讓我想到 就是類似ESG 那我感覺起來 聽起來就是是比較從 比方說上游供應端 對下游客戶的要求 作為驅動力呢 還是就是你怎麼看這件事 對 我比較好奇 好 因為這個我接觸蠻多公司的 所以有一些可以分享 會做這件事情的廠商 可以分成三類 第一類 自己想做 從內部的 自己想做 那自己想做有很多原因 自己想做可能是 想要做差異化 想要有行銷亮點 然後真的重視這件事情 公司真的很重視授權 這是自己想做 第二個 被客戶要求 第二個是被客戶要求 第三個 被法規要求 我看過這三種 那以比例來說 法規跟客戶要求是最多的 自己想做而做的 其實比例沒有那麼多 那其實也不難理解 因為做完這件事情 有多做產品嗎 沒有啊 有多營收嗎 沒有啊 有什麼明顯的對生意好處 沒有啊 因為沒有出事 就不會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比較多 還是被客戶要求 就是你的供應鏈裡面 你的客戶在要求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要進去的 這個法規或產業 有相關的要求 這樣驅動力會是最大 好 那會場的夥伴還有問題嗎 是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了 那如果假設還有衍生問題的話 也可以跟江澤私下再聊 那我想詢問一下 那OpenTrain現在在台灣 現在是屬於推廣期 那這部分在目前的法規上 或者是說一些政策上 比較大型的公司或企業 那也在目前的推導情況是什麼樣子 就是不論從限制方 就是本身大型企業是客戶 或者是說大型企業是提供商 這樣子兩個面向去討論 那現在我想問一下台灣的目前的情況 謝謝 好 謝謝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就是 因為台灣過去比較少注意這一塊 而且其實這一塊在推廣上 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它是一個跨業的問題 它需要軟體 也需要法律 需求跟供給是一起的 以前沒有這個需求就不會有供給 現在突然多了這個需求 供給跟不上 所以以內部來說 台灣內部來說 這樣的人才相對沒那麼多 那沒那麼多 公司如果又想做就會很卡 那就看到說歐美 有失效說 他們很希望台灣的供應商能符合 那就會變成進度不會那麼快 就會慢慢地做 所以這也是我們希望在 這個 跑掉了 沒關係 在台灣工作小組裡面 各個公司 各個企業 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 因為其實以開玩合規來說 它不會是企業的核心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這一點 大家來協助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子 那以台灣目前的氛圍 還是在推廣 還是在前期 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 歐美比較大的企業 它現在都去拿了 那你也知道 以前啊 這種ISO 都是歐美企業先拿 拿了之後 它會做什麼事情 它會開始對供應商 做什麼事情 就不確定了 好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 這個議題我們就選到這邊 那如果假設 大家有興趣的話 應該上次 今天下午還是會在會場 走來走去 晃來晃去 也是可以跟上次多連線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 我分券的東西 好 那下一個議題 下一個議題 會是在50分的時候回來 到現在大概還10分鐘左右 那會是由小班 來跟我們聊一下 公民團體跟開院軟體的 社群之間的一些 也不要說愛恨情仇 的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